美东时间16日凌晨1点47分 NASA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从佛州甘乃迪航天中心首次发射升空 开始执行阿提米斯一号无人绕月飞行任务 为下一步载人飞行的阿提米斯二号任务做准备 在火箭发射约90分钟后 莫及推进器点燃并完成了地月转移 成功将猎户座太空舱送入月球轨道 在接下来的25天里 猎户座太空舱将绕月球飞行6.4万公里 之后返回地球 此前太空发射系统的两次预定发射 都因为技术故障在最后一刻被喊停 此次发射成功 被美国航太总署署长尼尔森称赞为A加水准 我们来到这一段时间 昨天我们在宇宙宇宙17 根据阿提米斯登月计划 美国太空人最早可于2025年返回月球 并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可持续基地 作为未来人类登陆火星的垫脚石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书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